哈囉哲鵬 不知道你昨天彩排怎麼樣 晚上的彩排沒有人告訴我 我真的沒想到 這個對我來說非常奇怪 這個都是大X的奇怪 這個節目就是這樣子嘛 Hay Moon 這個節目就是玩耍嘛 大家都是陪跑 他們已經有規定他們想贏的人 無所謂 這個世界有時候會碰到一些非常壞的人 好聲音壞腹倒遭肉搜起底 就是他害李文慘摔舞台 是Coco李文身後風雨未歇 他加入2022年中國好聲音導師陣容 揭穿製作單位舞弊 你們最低分的73 那個人有 那個人可以再比一次 我的88.3的不可以 你找一個人來解釋給我聽這個 這個遊戲規則 他團隊的決賽學員王澤鵬 公布微信語音 顯示導演 俠願報復不讓李文彩排 Hello 哲鵬 不知道你昨天彩排怎麼樣 晚上的彩排 沒有人告訴我 你會去 我真的沒想到 我不知道你會去 我知道你會去的話 我一定會去的 我預先沒有辦法見到你 你是我的團隊 你是代表我 是應該有機會可以之前見到你的 為什麼把我們隔得那麼遠呢 這個對我來說非常奇怪 這個都是大X的奇怪 更奇怪的是製作單位 出爾反爾 沒參加第二次彩排的李文 正式錄影當天 對學員下指導期全被推翻 如果他們肯聽我的話呢 就變成 你站在我的旁邊 不要分開兩邊 因為我現在我的腿 我只站不定 我自己站不完 因為我們這兩天排練 跟現場錄製 不允許他任何電子產品 進場 前天晚上在排練的時候 我還問過現場導演說 如果說我要是在唱的時候 可不可以回頭 或者是有什麼眼神交流 跟可口老師 他們說不可以 就是完全得按照他的走位 所以說最後唱完歌曲 我回頭看到你坐在地上說 其實我自己心裡面也是夢的 沒關係的 事情都過了 導演跟我說好 我們去改原本的安排 然後讓你可以扶著我 是導演說的 所以我當場就說 導演你討厭我 你去整我 這個是太過分了 這個真的太過分了 你要么就是不要答應我 答應我 就不要這樣子對我 這個世界 有時候會碰到一些非常壞的人 這個節目就是這樣子嘛 黑木 這個節目就是玩耍嘛 大家都是陪跑 他們已經有規定他們想贏的人 有所謂 沒有所謂哦 消息一出歌迷氣瘋啊 勾搜出疑似害李文跌倒的副導流離 身家電話住址全抖出來呢 有趣好聲音面試過的歌手 也跳出來覆意 說他傲慢目中無人 非常勢力 太雙標 重男欺女 仔細看coco當天抓著王澤鵬的官宣照 他下半身傾斜 因左腳傷全來右腳失利之稱 令人心疼 三立娛樂新聞 你不散戴我們酷酷啊 報導